新年快乐 春节刚刚过去 新的一年我们自然也要带大家看新车 在2022年朗逸的双前脸设计非常成功 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个性需求 在销量表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 在2022年的12月份它就卖出了有4万家 在此前它还推出了新款的星空版车型 命名为自动星空500万版 是不是一听就贼有钱 走咱们去看看 基于自动500万版打造的 今天我们在4S店内 它只有自动500万版的一个展车 其实整个外观方面还有配置并没有太大区别 包括像动力方面也是一样的 最大区别就是在前脸部分 星空500万版它是采用了星空式的前脸 这款车它是采用的比较传统的经典造型 很像杜格装饰条 显得整个前脸也非常的大气 这款车它和星空500万版都是官方主要价位是3.09万 自动星空500万版它相比于此前的1.2T和1.4T的星空版前脸是首次搭载了1.5升的车型 像动力方面这两款车都是搭载一个1.5升的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的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马力是113匹 虽然动力不是很强 但是满足家用还是完全足够 来到自身测证明 像星空500万版和自动500万 它在这里都是有一个中文的大写字样的500万 还蛮有特点的 其实它这个徽标标识是为了纪念朗逸车型用户超过有500万 所以这一款车型它也是一个纪念款车型 还蛮有意义的 进入新车的车内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莫兰迪色系的灰色内饰 包括在我们看到的地方都是采用了很多软性的皮质包裹 并且匹配上很高亮的装饰饰板来进行装饰 使得整车很有质感 此外像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 以及12英寸的中控大屏和一键启动等配置 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整车的这种精致感方面还是较强的 不过相比于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 显得比较保守 其实整体看下来它就是一款更加偏向于主流的家用轿车 在配置方面 这款车它是配备有车身稳定控制 后驻车雷达 倒车影像 定速巡航 电动天窗 前把无钥匙进入等功能 所以在整体的配置方面还算比较齐全 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家用使用 进入后排它整体的一个空间表现 就是紧凑型家教该有的标准 不算很宽越但是够用 此外像下方的一个地台隆起非常高 作为中间的这个乘客的一个层坐舒适性肯定会有一点的打折扣 像配置方面它是有空调出风口 还有后排有两个杯架以及三个独立的头枕 还算比较有质感 好 整体后排的表现就是这样 整体看下来呢 新款朗逸它无论是在外观方面非常的时尚大气 内饰呢 虽然精致感和科技感稍显欠缺 但是配置也非常的齐全 而在动力方面呢 1.5神扎 6档手自一体变速箱的动力组合 也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家用来使用 其实呢 像朗逸哈 它无论是自动500万版 还是自动新控500万版的推出 都能够完善我们消费者选择 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个个性化需求 此外呢 新款朗逸 其实终于看下来它的性价比非常之高 作为一款十万级的入门挺凑型家教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家教的首选 您觉得呢